波一聲已停就知道是熟悉的古早味 桌上各式容器排排站 從懷舊的彈珠汽水到奢華的醒酒器 都是來自百年歷史的全台最大日用品玻璃廠 玻璃原料包含了細紗、純鹼、石灰石還有這些碎玻璃 光是這些瓶穴每天大概就有200噸能夠生產80萬隻的玻璃瓶 不到底玻璃瓶是怎麼製作出來的呢我們就廠房見 1200度的玻璃原料化身一團團小火球 坐上自由落體準備進行高溫塑形 究竟這2CC的白花油瓶還是3公升的釀酒瓶 這一關通通見真章 接著機械手臂夾娃娃玻璃瓶大軍準備送進退火爐 大概七八百多的東西明天降到室溫跟日子度 所以玻璃來講它會造成硬力上的損傷 這也就會導致破裂 所以因此需要退火爐才讓它慢慢降溫 茶色、白色、兩款玻璃、三個窑爐、28個產線、上萬種產品 出貨前還得經過X光全身健康檢查 一屆高科技連包裝都用智慧手臂一機當三人用 傳統產業能走得比別人更快 靠的可是外型、帥氣又有型的玻璃廠四代老闆 廖冠傑、廖維接、華爾街和日本銀行的高端白領 先後回鄉接棒黑手廠方全因十年前一通電話 其實我爸爸他當初就跟我講說 我年紀大了你要不要回來看一下 然後我就覺得說沒事叫我回來看一下幹嘛 所以那時候我的印象中我只想要回來看一年而已 結果回來一年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美國了 父親工廠轉型遇上瓶頸毛利不如一望 招上哥哥廖冠傑 結果接手一年也滿頭白髮 弟弟在日本過得很爽 所以就像把弟弟拉回台灣的 雖然嘴上開玩笑是不願弟弟逍遙海外 但兄弟倆合作無間一人對外開發新客戶 一人對內數位化產線 還解決幾十年來沒人發現的經營漏洞 為什麼我們的備品備件一定要準備 可能說超過需要的百分比200% 多餘備品硬是砍成了50% 結果每年成本浪費也跟著減少一成 兩個空降部隊把金融業用數字說話的專業帶進全產 沒有年輕徒弟願意投入 那就用資料庫儲存老師傅的經驗數據 解決人才斷層 家族企業這種東西 你早碰晚碰一次好都會碰到的 那為什麼不及早去接觸它呢 海外的花花世界不比守護家業來得踏實 現在兄弟倆不只推出客製化自由品牌 經營YouTube Podcast頻道 今年營收還上看25億翻轉玻璃夕陽產業的命運 東三財經新聞中原來眼睫新竹報導